明天台美合作的浮衛7号即将要升空了 包含浮衛7号在内 一共有24枚的卫星都已经装上猎鹰重型火箭准备就绪 身穿橘色备星9人一字排开 国家太空中心浮衛7号团队在火箭发射前两天 说明目前卫星发射计划的最新进度 计划团队指出 2011年开始台湾和美国执行浮衛7号计划 台湾设计卫星本体交由英国制造 而美国提供量测仪器 但同时间还有浮衛5号任务执行 所以设计了卫星保姆职务 浮衛7号开始发展的时候同时有浮衛5号 所以我们一次要进行七颗卫星的整合测试 所以我们就设计这个卫星保姆 我希望浮衛7号能让台湾再次感到骄傲 有人同时说是大队接力一棒接一棒 那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棒我都要来跑 有点累了 所以是说我们的测试时程 被那个整测组长掐得很紧 觉得我这一棒已经放心了 一个做母亲就会希望说 这些小孩长大成人以后要争气 要为国争光 都能够提供国人有用的资料 计划主持人朱成慧 以及负责电力系统职务的叶佳靖 这对夫妻党都主打大队接力赛 因为每一次卫星发生任务 背后付出的人力 时间 财务成本所费不资 而且无论是设计 测试或整合 一棒都不能漏 辅慧7号进入发射最后倒数阶段 目前等待时间运往SLC-39A发射台 预定是台湾时间6月25号 会搭乘SpaceX的猎鹰重型火箭来发射升空 包含辅慧7号6枚卫星在内 一共24枚卫星全部装上猎鹰重型火箭 预计台湾时间24号下午5点半会将火箭直立 25号半夜2点半进空 迎接发射时刻到来 继续长运奖龙翔在卡纳维尔角的采访报导 我觉得你怎么看到是有机会吗 呀 人呸 亦 亦